盆景树木补根法详解 这是一棵柏树 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样子 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之后 树木的主干还是过高 这样才是我们想要主干的高度 这个样子的柏树 是不是更加的漂亮了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 主要教大家盆景的环波换根法 其实也就是环包高压技术 觉得有趣的小伙伴 记得按住点赞三秒会有奇异的特效出现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先用剪刀环切上部分 做出于上面部分的隔断 环切的深度可以适当深一些 大概三毫米左右 接下来我们用架接刀把下部分 进行去皮操作 环波换根法 要求必须植树在生长健康的状态下 于春季心芽蒙动前 一般为二月中旬进行 去皮直到看见树木的木质为止 环包的长度大概在四厘米左右 上下切口要平整 紧接着去盆脱土 对于盆土过小的盆景来说 去土换盆操作 一定要细致仔细 去土过程以保护根系为主 树木底下蓄根比较多 可以少量去除一些 有利于树木根系的萌发 松柏类盆景的 去土不可剔除干净 必要保留一些护心土 选择高一点的盆 下面铺上一层盆土 把树木放进盆中 现在环包的地方 视为树木根系的位置 略低于盆面即可 用铝丝加以固定 倒入赤玉土 也就基本完成 盆土要选择透气盆土为主 露沙石或者吃玉土皆可 经过半年左右时间 要分几次将裱土取出 使心根露出土面 促其成熟板结 好了小伙伴们 我们这一期也就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